嗨大家好我是于凯 又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 千元级耳机啦 在1000到2000块这个区间的耳机 有时候它可以去上达34000块的 因为34000块的耳机 大部分改善的都是声音的细致度 所以有时候你不仔细听 这个1000 2000的耳机 其实是非常好的 而且对入门人来讲 非常的友善 因为这个价位并不会很高 买了又不会心痛 那我们这次要来试听的 就是这个新款的耳机 BGVP的DN3入耳式耳机 好的我想测试这一款耳机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第一个价格实在非常便宜 1990元就有啦 第二个原因就是 它的设计感不会非常的差 不会像其他一般的 1000块再贵一点点的 还用塑料的 它所使用的是铝镁合金的 所以质感一定会比那塑料的来得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包装内容物 有哪些东西吧 那这一次的包装非常的简洁 一拆开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像是 木核颜色的纸核 打开之后呢 里面就可以看到里面所附赠的小袋子 保修卡 说明书 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耳机本体两个 那上面还非常的棒 送你两部不一样声音的耳塞 一个是人声的 一个是贝斯的 那么还送你一组记忆型的海绵耳塞 那么耳机线呢 有两种可以选择 一个是带麦跟没带麦的 我选择的是带麦克风的 因为最近会用到的几率 算是蛮高的 基本参数我们也简单的看一下 它的主抗呢 是19欧姆 响应频率呢 是10赫兹到40k赫兹 灵敏度是109dB 使用的单体呢 是银合金洞圈 加一个洞铁 那给你的耳机的线长呢 是1.2公尺 好的 那么本体的外观 也给大家看一下 它所使用的是 航太级的铝镁合金材料 制作出来的枪体 所以它的重量呢 非常的轻 单边只有5公克重而已 那它所使用的连接的口呢 是MMCX4 本体侧面的面板呢 又有这种像是柵栏的形状 中间呢 又融合住它的BGVP的logo 而且最主要 它是会反光的 所以你戴起来就会有一种 哎呦 有一个金属的东西 在你耳朵旁边反光的感觉 非常的漂亮 好的 那么基本的规格参数呢 我们已经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试听看看 DN3 它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所使用的讯源呢 还是一样 iPad Pro上面的Apple Music 因为它没有3.5mm的接口嘛 所以我们需要再加一个USB DAC耳朵 那我所选择呢 是我还没介绍 但是我已经先试过的 iCo的ITM01 也是千元挤的 非常的便宜 为什么要选它 因为它支援麦克风输入啊 我的DN3选的也有麦克风输入 所以这两个搭起来是绝配啊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听看看咯 那么我们第一首所选择的呢 是Vivi里面Diva所唱的 Harmony of One's Heart 那么这一首前奏会有一种 心脏脉动的声音 如果你表现得不好 那种感觉会觉得非常的空洞 但是DN3 有把它那种脉动的声音 表现出来 那么到了后面的人声表现的部分呢 它是女声唱的 所以女声表现的部分呢 并不会带有尖刺的感觉 非常的顺滑 会让你觉得 这个声音非常的悦耳 那么也因为它的低音的量感比较多 所以到后面的音乐伴奏的部分的时候 会让你感觉到 你会被整个声音包围起来的感觉 非常的舒服啊 那么第二首呢 我所选择的呢 是古拉奖的Reflect 因为它的前面 有一个非常沉的低音 如果表现得好 你会感觉 弹性还有那个深度会非常非常的深 但是以DN3它的价格 因为到那边 所以美爸表现非常的沉 但至少有一定的水准在 那么到后面的古拉奖开始唱歌的时候呢 哇哦 它的声音 古拉奖的声音是离你非常非常近 而且是非常清晰的 并不会因为后面的背景音乐 或是它的低音 或是它这个 这一首是不是比较速度比较快一点呢 并不会被掩盖掉 会让你非常清楚听到古拉奖的美妙的声音 好的 那么第三首呢 我所选择的是Tag 5 那么这一首最主要里面听的 就是现场乐器演奏的表现 还有乐器的分离感 那么以ITM01让DN3出现的声音 让我感觉是声音并不会混杂 但是整个乐器的声音的表现 还有那个声音的延续性 跟它的那个深度的感觉 并不能表现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想说 反正我这边有比较高阶的小尾巴DAC耳扩 我就来试一下 试了Class的Coda 小尾巴DAC耳扩 那这个小尾巴DAC耳扩 果然是万元级的 声音的细节 还有我刚刚说的声音的延续性 都有大幅的提升 所以DN3如果你给它更贵的 小尾巴DAC耳扩 它一定会有声音的提升 但是以我觉得千元级的 你买那么好的耳扩 你不如把那个钱拿去 全部灌在耳机身上 好的那么后续呢 我又听了好几首乐曲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BGVP的DN3 它的声音的走向呢 最主要让人家感觉是 不会混杂 分屏分得非常的好 非常自然的感觉 低音具有一定的下潜度 而人声非常的靠近 但是会感觉到说 高音的延伸性会有一点的不足 而且声音会比较硬一点 中高音的人声呢 并不会刺耳 所以我开了比较大声 都不会感觉到说 被那个Sashis 这种风切的声音所刺到 那么声音的颗粒感呢 多少还是会有的 那没办法 这是1990元的耳机 已经有前面刚刚说的那些优点 已经是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了 这一点点声音的颗粒感 我认为我可以忽略掉 那么综合来讲 以1990元的售价 对得起它声音的品质 所以这个耳机非常的推荐 如果你入门的话 非常推荐你来买它 因为它随便推都会有好声音 并不会说你要特殊的搭配 才能把它的声音给推出来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的开箱 BGVP的DM3 拜拜 BGVP的DM3 BGVP的DM3 BGVP的DM3